当女友第五次因为她白月光的电话 在婚礼现场抛下我时 我心灰意冷 提了分手 她当即打来电话挽留 我言辞拒绝 可没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后 女友突然性情大变 带着她的白月光和大群保镖 把我摁在大街上 指控污蔑我在城南的巷子 对她白月光和她妹妹施暴 这就是你说的 分手再也不见 私下却又因为极度对伊藤城报复 你真是个小人 她的白月光哭着 向得累人 博大哥 你想打我泄愤没问题 我都能接受的 但你怎么能对我妹妹动手 她还是个孩子 柳如烟红着眼怒吼 不等我解释 便把我的行李砸烂 把我摁在地上痛走 要我在大街上 跪着和她的白月光磕头道歉 闹剧持续到警察到来 女友主动向警方告发我的罪行 警察满脸狐疑 女士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 城南那边的巷子 两年前就被洪水冲垮了 国庆当天 我和相连六年的女友柳如烟订婚 在她答应 即将带上我 送出的婚戒时 突如其来的电话 却又让她把戒指丢回 离开现场 抱歉记不打 下次继续吧 公司突然有急事 我要回去加班 整个餐厅前一秒 都还在为我庆祝的客人 神情呆滞 想拍视频发到网上的亲戚朋友 也犹豫起来 半小时后 女友的初恋一腾成发了条朋友圈 我一句心情不好你便来 爱与不爱 原来这么明显 照片是她和柳如烟 坐着摩天轮赏月 原来 这就是柳如烟口中的公司加班 我们订婚原本从年初 就开始计划 元宵 七夕 中秋 再到国庆 五次订婚 五次宴请双方的家属 她也五次因为白月光抛下我 只是这次 我没有愤怒 没有歇斯底里的打电话质问 只是让婚庆公司 帮忙收拾现场 默默给一腾成的朋友圈点赞 十分钟后 一腾成的朋友圈被删除 柳如烟打来电话 一腾成朋友圈发的消息 是她和朋友在开玩笑 你千万别误会 我只是在公司意外碰见她 顺便带着她应酬而已 与前男友四会被发现了 才打电话解释 如果没有这个朋友圈 我没有点赞 她是不是连借口都懒得着 我心底刺痛语气 却依旧平静 知道了早点回来 柳如烟愣了愣 对我过分平淡的语气感到意外 平常我听到一腾成这个名字 就会应急般怒吼 今天既然表现得这么平静 片刻她才饱含歉意说道 你也知道一腾成心里有点问题 我遇到她 肯定不能放任不管 我向你保证 下次我们订婚我 绝对不会再跑 等订婚结束 我们就一起去国外旅行好不好 就去马尔代夫 旅行 我对这个词有些许陌生 我和柳如烟相识八年相恋六年 最初几年美满幸福 还会一起去游乐园 一同到国外旅行 可自从她的初恋一腾成回国 拿了风一针一甲的抑郁症诊断书 便把柳如烟所有的偏爱抢去 柳如烟一有空 便会以陪伴治疗的名义 往一腾成家里跑 替她安排好所有的衣食住行 大小节日的仪式感 她都精心为初恋准备 我意外出车祸 打电话喊她帮忙 她却因为一腾成 搁伤了手半途调转车头 连小情侣之间的亲密 也因为一腾成不想闻到 她身上有其他男人的气味 而被取消 我握紧手机 打断她画饼 知道了 你早些回来我有事要和你说 柳如烟对我现在的态度尤为满意 是订婚改期的事吧 你自己定着行我 绝对能抽出空 我想 我们以后结婚 绝对是最幸福的夫 啊我先挂了 一腾成叫我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 柳如烟 我想 你是误会了 我们没有以后了 我准备等柳如烟回家后提分手 在一起六年 结束的时候 想给彼此一份体面 回去后 我便收拾起了行李 翻箱倒柜 还找到了许多和柳如烟相恋的证据 一起制作的马克杯 一起画的风景画 还有一副中式的结婚照 翻到结婚照时 我眼眶泛红 这是我们俩刚确定关系 五个月打闹去拍的 原本挂在房间床头 我和柳如烟曾约定 订婚的时候 稀释订婚 但举行婚礼的时候 选择中式 将仪式感拉满 结婚照预挂在床头 是我们爱情的证明 可一腾成回国后 他就把床头的话 换成了一腾成的油画 把结婚照丢进衣柜 我为此 和他大吵了一架 问他 究竟把我当做了什么 他却比我更生气 你胡闹什么 不就是一幅画吗 一腾成说过 他希望我把他的礼物 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那肯定就是这儿啊 我要是把他的话 放在其他地方 一腾成岂不是伤心 我早该知道 我的真心 根本比不过他 对一腾成的同情 我克制内心的酸楚 继续收拾东西 叫来搬家公司 将私人物品 暂时搬去了朋友家 同柳如烟共处的公司提离职 期间柳如烟 却一直没有消息 发过的微信不回 电话不接 等了五天 我才在一腾成的朋友圈 找到他 二人一起坐着游艇 在海里冲浪 在沙滩赏月 双方的眼底 写着满满的幸福 穿着单薄的泳衣 一起走进 亮着粉红氛围灯的卧室 这几十张记录照片下写着 大哥 你梦寐以求 想要和解去的地方 想做的事情 我先替你试试 回来会给你写体验感的哦 朋友圈定位马尔代夫 看着照片的这一刻 我反而没有那么愤怒了 心底更多的事也有了释然 再等下去 似乎没有意义 我再次给柳如烟打电话 连续打了好几次接通 传出不耐烦的声音 纪伯达 我不是跟你说了 我出差的时候 不要打扰我吗 一腾城发的朋友圈 就只是玩笑而已 你这人能不能 不要这么小度机场 我们分手吧柳如烟 我平静说道 柳如烟在电话里愣了愣 随即吼道 你胡说什么呢纪伯达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 我再出差 你个大男人 能不能正常一点 就是因为一腾城朋友圈的照片 我们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只是住在一个房间 方便照顾他 一腾城有抑郁症 你就不能体谅体谅他吗 疑似被戴了绿帽 还要说谢谢 我不愿再和柳如烟多费口舌 你们要做什么 都不管我的事 我们已经结束了 再也不见 说完后挂断电话 将对方电话微信 筒筒拉黑 束缚自己六年的枷锁被证断 我回归当初 没有恋爱的生活 节假日睡到自然醒 做自己喜欢的饭菜 和朋友一起喝酒唱歌 努力找回当初的自己 但柳如烟隔了几天 又换手机号打来电话 开始愤怒质问 可听着我平静的语气 又变得慌张 似乎意识到 我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罕见向我道歉 对不起行了吧 我没理会继续挂断拉黑 我屏蔽了来电后 他就发短信 说他知道错了 他真的爱我 对不起 一个能在订婚宴上 五次抛下男友的女人 有什么资格说爱这个字 我觉得讽刺 直接换了新的手机号 可才安分了一个星期 我又在面试成功 在新公司上班的路上 时遇到柳如烟 他从一辆商务车下来 拦在我面前 我不耐烦地说道 柳如烟 我说了 我们已经结 啪 可话才说到一半 他红着眼睛 突然抬起手抽了我一巴掌 纪伯达 你这混蛋 前脚才说了分手 私底下又因为 极度对一腾成 对他六岁的表妹报复 这就是你说的再也不见 你这个不要脸的畜生 我被删的头脑发晕 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没搞懂他口中的话 商务车上紧接着下 他四个身强体壮的大汉 和一腾成 一腾成红着眼睛骂我混蛋 说我带着一伙人 趁他带着表妹 在城南逛街的时候报复 把二人拖进了小巷子施暴 纪哥 我知道你 一直嫉妒我和如烟姐的关系 一直觉得 我碍眼认为 我在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 对我怀恨在心 你想对我动手没关系 我能接受 可你为什么欺负甜甜 如果不是 我拼命阻拦的话 你还想对她做那种事 纪伯达 甜甜才六岁啊 他还只是个孩子 你怎么能这样 他哭红了脸 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此话 一出四周顿时哗然一片 若然看我的眼神 接待上敌意 我微微愣神 愕然地看着一腾成握紧拳头 一腾成你胡说八道时 我三天前根本不在城南 你 你少在这强词夺理了纪伯达 一腾成在你动手的时候 抵抗从你身上抢来的钥匙扣 这就是铁证 柳如烟打断我的话 一只手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钥匙扣 另一只手甩出十多张一腾成 和他表妹受伤的照片 他气势汹汹 眼神中充满了对我的愤怒失望 我盯着他手上的钥匙扣 那钥匙扣 分明是我两个月前就掉了的 之前我还和他说过的 而地上这些鼻青脸肿的照片 有明显颜料绘画的痕迹 我和柳如烟分手还不够 一腾成竟还想借这个机会 污蔑彻底败坏我的名声 柳如烟 你眼瞎了没看出来 是一腾成在骗你吗 我们谈六年恋爱了 六年时间你 你觉得 我是那种会暗地报复的人吗 柳如烟冷笑 你一直误会我和一腾成的关系 因为嫉妒你什么事做不出来 我要你现在马上和一腾成道歉 他的一句话 让我六年的爱意 显得那般讽刺 我握紧全都克制怒意 我没做过的事 我就是没做过 我不可能向他道歉 我绕过了几人要往公司走 柳如烟叫保镖拦下我 打了人就想跑 你今天不向一腾成道歉的话 你哪里都去不成 柳如烟你有完没完 我都说了我没有 你不信我报警让警察来抓我不救 我话还没说完 身子突然被两侧保镖重重地 砸在了地上脑袋发昏 纪博答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你还想抵赖 你还不明白吗 我之所以没报警 是在给你机会 一腾成不想把事情闹太大 让你难看 你这样对人家 人家还愿意为你考虑 你就不知道感恩吗 他那时不想把事情闹大 他分明就是担心警察来查出真相 我被压着胸闷头晕 激起怒火 我没做的事 凭什么道歉 柳如烟你眼瞎 还没看出来 那个畜生是在骗你 我 你还敢骂人 啪 柳如烟上前又对着我的脸来了一巴掌 道歉 给我道歉 道歉 道歉 他每说一边道歉 都愤怒地朝着我的脸扇来巴掌 声音哽咽 像是在教训不争气的后背 对我只有失望 我大脑发胀 红了眼 不可能 我不可能和那个畜生道歉 你今天不想道歉也得到 柳如烟直接喊着保镖嫁起我 竟是要摁着我的脑袋 朝一腾成磕头 面向一腾成 我正好能看见他那张细血的脸 像是掌握一切的胜利者 对我这个失败者的嘲笑 我不知带来的力气 撑起了脑袋 朝着一旁的保镖一咬 咬破对方的肉 趁着空挡逃跑 可才跑出去几步 又被其他汉子抓住 柳如烟彻底被激怒 喊来的保镖对我动手 拳头边腿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 让我痛苦呻吟 四周的路人看着 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助 他们全程听完了 柳如烟和一腾成的叙述 觉得我是个人渣 高声呼喊着打得好 这场惨痛的折磨 直到警车呼叫才停止 一腾成面色骤变 想喊柳如烟走 柳如烟却吼道 他不是就想要警察过来吗 好 那就让警察同志过来 把他抓走 让这个混账 受到他应有的惩罚 纪伯达 这是你自己选的 他大不留心主动地朝警官走去 警察同志我要举报 我男朋友在三天前 在城南的巷子 对一对兄妹施暴 手段凶残被揭露真相后 也依旧态度恶劣 应该受到法律严惩 两位警察面面相去 城南的巷子 你说什么呢女士 城南那边的街道 两年前就被洪水冲垮了 现在那来的巷子 柳如烟一愣 下意识 看向已经躺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我 什么 那我岂不是 两位拿着笔记录 案情的警官一愣一 疑惑地看着柳如烟 两年前 本是落了百年难遇的大雨受灾 城南因为地势过低 被淹了的新闻 你不记得了吗 那些古城巷子 因为太过老旧 没得到妥善的恢复 全都垮了 其中一位警官 当即拿起警用手机 在网上搜索了相关事宜 手机顿时弹出了 十多条相关新闻 警察拿出手机 给柳如烟看的时候 同样看向了我 观察着四周的局势 所以女士 你们是认为 那位先生 对其他人恶意施暴犯法 然后你们对他 进行了步伐的围殴吗 柳如烟整个人 突然想当机了 一般说不出话 整个人站在原地恍惚 警察的目光 看向了一腾城 后者脸色一下 惊恐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没 没巷子 可 你之前不是 在打电话的时候 说过你经常去 城南的巷子那边玩吗 到现在我才明白 才一腾城为什么会编造出 这般拙劣谎言谎言的原因 五个月前 我在之前公司公司聚会的时候 一腾城又抵达了现场 想找柳如烟 他当时进门的时候 我正在和一个编辑朋友 打电话话 聊一个故事的角色 我当时根据他的思维发散 给他提供了一个想法 把自己比作了 故事里的主人公 说自己 经常在在城南 那种古城小巷子里逛 在那个没有监控的地方 做许多事都很方便 因为大雨的新闻 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新时代网络上的信息 轰炸太大 我一时也忘记了当年的事 原来他就是因为 这样一个故事 就对应地编造出了 这样的谎言 觉得那个地方没监控 我经常过路过的话 说不定还留有我很多指纹 一腾城 我明明都已经 和柳如烟分手了 你为什么还想用这种手段 来搞我 怎么 觉得 即便我主动提了分手之后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机会 明明都和柳如烟 在同一个房间 要躺同一张床了 你怎么这么没有自信 我冷嘲热讽 一腾城的表情 立刻变得无比慌张 摆着手 怎么可能 你瞎说什么呢 记博打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那应该是我记错了 你是在城北 城北的巷子里 对我动手的 还四收我表妹的衣服 想对她做那种事情 我表妹当时哭得好惨 如果不是我舍命阻止你的话 说不定这要被你得逞了 我应该是抑郁症犯了 所以没记轻 你这个畜生混蛋 即便事情 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一腾城依旧在努力污蔑我 想要让我背上 这个不存在的黑锅 可警察同志的话语 也让四周的路人清醒了 对啊 他们怎么也没记清楚 城北那边的老巷子就接 早就垮完了呀 巷子压灯都没有 那我所谓的暴力事件 又从何而来 一腾城肯定是在说谎 抑郁症合计错事情 有什么关系 我平静地盯着一腾城 如果这一切都是 他自导自演的话 那我觉得他的脑子 可能真的有些问题了 不过不是什么抑郁症 而是脑残真的需要治疗了 警察同志断案无数 自然也察觉到了 一腾城不正常的语气变换 他们打电话通知了120 季先生 我待会先陪你去医院疗伤 身体好些了 咱们再做笔录 还有就是这位先生 咱们可以去警局详细 你被袭击施暴的事情吗 一腾城语气变得无比慌张 侧过身子扯柳如烟的袖子 如烟姐 你 你跟他们解释啊 我 我绝对没撒谎 你也看见了 我家被砸出 但他话说到一半就愣住了 柳如烟表情木讷地站在原地嘴里 一直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成被塌了 成被塌了 我怎么不知道 不我应该知道的 他自顾自地念叨 又自顾自地摇头 我怎么忘了 我 我为什么来之前 不先把事情查清楚 我 为什么 警方的手铐 可不管那么多 他一个带上了警局 一腾城大吼大叫 我没有骗人 我没有撒谎 就是这个畜生 就是纪伯达这个混蛋打的我啊 警察同志 你们要相信我啊 他才应该坐牢 他才应该被送进警局的 柳如烟被拖走的时候 则显得茫然 恍惚地看着我 张嘴好像说了一声对不起 对不起 他会觉得对不起 在一起 六年了 连最基础的丁点信任都没有 我都已经死心选择和他分手了 他却仍旧能因为一腾城的一句话 叫这么多人当街打我一顿 我冷漠地瞥了 柳如烟一眼 随后再不愿看他 坐上了行事而来的120 被送往了医院抢救 柳如烟那个几个保镖 下手非常狠 我在医院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检查后 最后被挂上了住院的标识 医生表示 我受的伤真的很重 伤到了内脏 需要住院疗养 至少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我也只能无奈答应给新入职的老板发消息 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新老板知道后 十分体谅地 替我保留了职位 次日 我的几位朋友 也带着各式各样的礼物 到了病房看我 他们用我们之间最熟悉的交流方式调侃 怎么样 现在是彻底死心了吧 知道那个女的对你没有真感情 这才刚提分手后脚 就因为他初恋的一句污蔑 把你打成这样 好了几位大哥 就不要嘲笑我了 我早就已经想通了 真想通了 好友替我削着 苹果你以前不是爱着那个女的死去活来的 我再怎么爱也不至于爱一个 把我伤到医院的人吧 这都不是新了 身体也伤了 几人顿时哈哈大笑 接下来几天 几位朋友轮番照顾我 顺便给我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计划 纪波答 我记得 你以前最喜欢旅游了的对吧 要不等你商养好了之后 我们一起 开车去拉萨 还有啊 你现在分手了 我记得老李家的妹妹 好像挺喜欢你的 你要不和她多接触接触 少来了你 我笑着打断几人 想给我介绍女朋友的调侃 他们旅行的提议 让我心里痒痒的充满了向往 但现实的生活 还必须得好好过 我才刚找到新工作 这搬了家 和柳如烟划分了身上 没啥启动资金 晚一段时间吧 几位朋友中有家境比较富裕的 百分百能包 且愿意带着我一起上路 但在有意和钱 这个方面 我们也有着相互的共识 不是紧急情况 不会让朋友帮这种忙 我们在打打闹闹中 最后得出了一个共识 两年 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认真工作两年 两年过后 便一起去追逐适合远方 在医院这段难得的快乐时光 让我真正找回了 当初有追求有梦想的自己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半个月后 柳如烟竟又找上了医院 大清早 我刚从病上睡醒 睁开眼睛后 身边立马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医生 医生我男朋友醒了 麻烦你再帮他检查一下好吗 医生 看看他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转过身子 发现是柳如烟 他的眼眶通红像是大哭 过一场 小心翼翼地抓着我的袖口 像是抓着一件易碎的玻璃 时隔这么长的时间 再次见到他开口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便是对不起 对不起纪博达 对不起 都怪我 都怪我 我派人查过了 医腾成他的确是在撒谎 他的表妹都被警方咽过 身上根本没有伤 这从一开始就是谎言 他 他的那个抑郁证书 也是假的 这件事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别角谎言 可谎言别角 柳如烟才找到 对这个女人 医腾成回来之后 这三年 我有无数句话想说 想要跟想要哭诉委屈 想要埋怨痛骂他 可等他真的知晓一切真相之后 我却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那颗深爱着他的心 已经被他亲手拧碎了 我扯开了他的手 脸色平静的 你现在应该是在警察局 被关押的吧 警方前几天才 通知我要不要请律师告你 我 柳如烟脸色顿时发白 连续张了几下嘴 却说不出完整的话 直到医生过来 替我检查了 一番身体给出医嘱 患者先前遭受过的伤害 太多严重 现在是恢复了部分 但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休养 都已经分手了 再也不见了 柳如烟又陷入了沉默 我躺在床上不想说话 柳如烟则一直闷在椅子旁 一直坐到了晚上 他的手机铃声响起 是打来的 我下意识地侧过了脑袋 正好对上了柳如烟愤怒的表情 他咬牙切齿地拾过紧手机 却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 脸色变得难堪 沉默许久 最后接通电话时 又换了一副小脸 怎么了 一腾成 如烟姐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已经做好晚饭等你了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 我满脸狐一地看着他 一腾成也顺便保释了 那他过来 道歉干什么 专门恶心我啊 挂掉电话 他才有些慌张地和我解释 记不打你千万被误会 我现在 对那个混蛋没有感情的 一点感情都没有 之所以帮他保释 是我想给你讨回公道 他还不知道警局验伤的事 以为我认同他的抑郁症 原谅他了 我才故意 把他留在家里的 我们也没做任何出格的事情 不信 不信你可以看 他说着 就要解开自己的衣服 我表情恶然连忙阻止 别闹 以后 你们要做什么干什么 都和我无关 我们已经离婚了 别在我面前碍眼 柳妍攥紧了拳头 不要说这种话好吗 记不打 我现在已经知道真相 是我一直是误会对你失望 但我现在知道真相了 以前那些事情 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我 我其实真的爱的是你啊 记不打 柳如烟 你何必要说这种话 你都五次从订婚上 离开去找一腾成了 那和我分手 不应该是成全你们吗 我冷漠地看着柳如烟 他迟疑扮上 才回答 我从没有想过 和你分手的柳如烟 我没有 哪怕之前误会你了 我都只是想你好好改造 承认完错误之后 我们继续在一起的 我 真的没有 就连他自己此刻说 这些话 也感觉苍白无力 又等了半个小时 我下楼买饭的朋友 走进病房 看见柳如烟之后 没有丝毫留情地将其赶走 柳如烟红着眼睛 哽咽地和我喊道 等我 求求你等我记不打 我会为你讨回公道 我也会为自己犯下的 错误反思的 柳如烟走回朋友 疑惑地问我 我们谈了什么 我没有任何情感波动的摇头 记不得了 说罢便接过朋友 买来的晚饭 大口刨了起来 现在的柳如烟对我而言 就只是个路人而已 在街上恶意殴打我的事 有法律制裁 除此之外 我对他没有任何想法 但柳如烟 好像真的把自己的话 放在了心里 又过了一个月出院 我准备去法院 控告一腾成 和柳如烟二人的当天 柳如烟坐在被告席 现一步控告了一腾成 以他盗窃他的财物 以及窃取公司商业机密 涉及欺诈等种种罪行 原先蒙骗诬陷我的罪名 影响不大 可能才几个月 但加上柳如烟 这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罪 明一腾成下半辈子 可能都在牢狱中度过 法庭上 一腾成难以置信地 看着身边的女人大吼大叫 如烟 如烟你怎么能这样做 我们不是说好了 一起反告纪博达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 出狱之后结婚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他大吼大叫 甚至想冲出席位 对柳如烟动手 但法警先一步 笨住了他 将扰乱法庭秩序的 一腾成带走 而柳如烟面对我的控告 则是全盘接受 并表达了悔意 半个小时后 法庭最后宣判 柳如烟聚重伤害公民 三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而一腾成 则是多项罪名相加 要被关二十年 柳如烟被罚警带走后 最后看了我一眼 低着头说了声对不起 我没看他 只是拿着手机 看着下午的上班时间 出了法庭后 只想是在楼下吃了个饭 便去新的公司报到 解除身上的所有枷锁 在新的公司 新生活过得惬意轻松 时间很快过来两年多 柳如烟在牢里表现 极好提前释放 他在出狱之后 便从联系所有朋友 花钱买到了 我新的联系方式 打电话给我 记不打 我出来了 我们能见一见吗 我了去马尔代夫的机票 我能带你去吗 我呼出了一口冷气 拍了一张照 发给了柳如烟 恭喜你出于柳如烟 我现在在拉萨 我和朋友玩得很开心 也认识了一个新的女孩 准备年底结婚 过去的事 都忘了吧 柳如烟看了照片后 声音哽咽地说了声对不起 随后挂断电话 我笑着放回了手机和朋友 和新认识的女孩笑道 我们下一个挑战 去珠穆朗玛峰好不好